我跟妳講我每次飛美國的時候 飛海軍很帥 一上飛這些時候就覺得 搞頑童的那個味道 搞不足的 那妳可以想一個妳捲妳最肉麻的一句話 天啊 這就是這個不能 天啊 好噁喔 我最愛在頻道講出來 工作上的臉臭跟臭豆腐的臭哪個比較臭 我要跟你講 原來 別這樣 別這樣 今天呢來到了一個非常厲害的大來賓 原來就醬 是原來是醬 等一下 不是 導演不好意思我們 不是不是不是 原來 別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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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說公司沒做是不是 剛剛不是還說 上面就是原來是醬 中文文 你的中文文字不太好是不是 你覺得有點身體語言之類的 OK 所以妳說英文很好嗎 非常好 真的嗎 Yeah OK 因為我是美行第一美 我是通校第一帥 之前我就有聽說妳好像就是自詩 又好笑然後又很帥 Excuse me 但我如果說第二 我覺得沒有人敢說第一耶 你說妳第二 好導演不好意思我們五分鐘 五分鐘 我要哭了 我要哭了 但妳看到我本人妳覺得怎麼樣 其實妳本人真的很好看 而且有人說妳長得像林又微嗎 Running 看見 哈哈哈哈 真的 真的 The happy day 有啊很多人啊 而且因為我 從高中就有人在找了 而且我跟林又微有拍過戲 我覺得妳比她好看 先不要這樣 先不要這樣 哈哈哈哈 你跟我年紀是比較大 今年28 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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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妳就我幾歲 今年18吧 差不多啦 20 哈哈哈哈 叫姐 My name is Jennifer 哈哈哈哈哈哈 那如果以1到10分啊 你自己給妳自己的美麗程度打幾分 的話我會給自己8分 畢竟妳大家自己看一下 來來來左臉右臉 欸你我 我擺她說我擺她說我自己是零死角 然後我們剛剛要開始訪問自己 說欸妳剛剛住哪裡 她說她都無所謂她是零死角 這個是我的台詞 oh my god 因為我原本做好這個嘛 她就說不行我要換到這邊 然後問我借不借 然後她說她不借因為她零死角 我左邊是死角是不是 因為我左臉是梁朝偉 右臉是吳彥竹 右臉是吳彥竹 所以我就想說 你可能想要我呈現梁朝偉 哈哈哈哈 所以妳以前是演員就對了啦 我是演員 訂閱說出來啊 做好訂閱 大概107萬 少在這邊 我昨天有做功課 2萬 好了下一題 下一題是什麼 好啦我跟你說 我們兩個真的是相反的 你是被空校耽誤的演員 我是被演員耽誤的空校 你是空校 原本大學我的科技就是要 呃考空校 不然因為我跳街舞之後 就被就出版 你會跳街舞 我跳嘻啪跳10年欸 你真的是多才多藝 我還會自彈自操 那我們訂閱才2萬 哈哈哈哈 會被你拔出來 而且我是有 以前是游泳教練 這點我不得不說你 蠻厲害的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說 哇因為你的表演力極強 你私下的那個影片 我都超喜歡 你超活潑欸 啊講不出來 哈哈哈哈 跟那個娜娜大師那一部 我壓力好大喔 因為我印象中我幾個空校朋友 都是比較close一點 我覺得這好像跟你呆的公司有差 美國的航空公司 他比較強調是個人主義 就是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所以我們沒有像亞洲的公司 會有像評分制啊 做廠長 所有都一視同仁 沒有所謂的說 在這個昌等你是有一個主管 你幹嘛 怎麼樣我臉很好笑嗎 對不起 專業度呢 對不起 professionalism 專業 你知道我太正經了是不是 對你太正經了 我有點不習慣 要我從頭到尾唱也是可以啊 好啦沒有沒有我喜歡 等一下你上班的時候能量也那麼強嗎 沒有上班其實很冷 因為我們這個公司 台灣人比較少飛 因為台灣人都是飛綠色那一家 長榮 所以可以講嗎 長榮跟另外跟我們的對手 他們 對 對 反正就是長榮跟華航 他們是跟我們美國另外兩間大的公司 是同一個聯盟的 我們公司跟台灣的航空公司沒有聯盟 我在上班的時候比較少碰到台灣人 但是如果碰到的話呢 大家都會說我臉蠻臭的 蠻臭的 就是做好把我的該做的事情做完這樣 那你在工作上的臉臭跟臭豆腐的臭哪個比較臭 你比較臭 你比較臭 我嗎 我 脫了 不要 上班就是蠻 就冷冷的啦 我就會說 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就是非常 我就很冷的這樣 我也不會就是啊 你想要喝什麼啊 這樣子 我以為你會說咖啡而鐵而蜜 這個是大概六零年代的台詞 可以update一下嗎 飛機上有蛇你會怎麼樣 你打電話給機長啊 因為他們在那個炸手機裡面看不到後面什麼狀況 因為我們就等於是機長的眼睛 Ice 對 台語叫Badju 我知道 Badju Badju 對 所以不管我們大小事都要打電話給機長 那你有遇過什麼就是難處理的客人過嗎 難處理的客人喔 Umm Badju Badju 不不不那是Umm OK 那個 因為像美國 太大了 很多小城市 它一定要先飛到一個比較大的hub 就是去轉機 只要有delay的話 整架的飛機上面的客人全部就會 會一直問你很多問題 飛機delay 可能是天氣的關係 可能是機械維修的 我覺得你可以當下出來就趕快把氣氛弄得比較 超小蔡依林嗎 對啊 直接來個怪物 我好喜歡你喔 就是 什麼意思啊 我真的好可愛 不要這樣了 幹嘛我已婚那麼老 特別來再見的 非常不帶 欸那你在飛機上有遇到什麼名人過嗎 欸其實我有遇到一個 兩個月前才遇到的 他是 2020年的那個 美國總統大選的參選人 叫Elizabeth Warner 一個女兒 她已經不是女孩了 她已經五十幾歲了 她已經五十幾歲了 或是lady 叫proper的稱呼 要叫populady OK 我不是要講populady 我是要講proper 就是比較適當的稱呼 你要叫她lady OK you know lady you know lady lady OK 反正她就是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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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說到你 哈哈哈哈哈哈 欸她沒有坐在投檢艙欸 我嚇到 嗯不是 不是應該蠻有名的 政治人物嗎 怎麼沒有坐在投檢艙 然後我說嗯 但她是坐在就是 第一艙的第一排 所以位置也蠻大的 但我們那個機型是A321 中間有一個廁所 所以她前面就是一個廁所 大家用廁所的時候 就一直看著她 哈哈哈 我想說你坐在這個位置 會不會有點太害羞了 但她從上飛機到下飛機 就非常的認真在工作 那她送飲料的時候 也就是非常的客氣 但她就是一直在工作工作工作 那大家排隊上廁所的時候 就會一直看 It's this Warren 就大家就這樣講 好 那我跟你說 我現在要爆料一件事情 有關於你的 我的 我去那個美國的時候 我有遇過你 而且是你服務 不可能 真的 屁 那時候我紅了嗎 那時候是大概三年前 我開始拍YouTube的嗎 對 我在就是飛機上的時候呢 我就要了那個咖啡 然後後來因為我喝不完 我就破你嗎 她原來還不喝完 她原很好欸 我說我喝不完 她就直接現場就把它喝掉欸 屁了 屁了 欸你檯面上跟檯面上是一模一樣 我朋友他們認識一些路人 一些路人 反正他們就會問我朋友說 這樣子就是私底下跟錄影前 真的就是一樣欸 一模一樣 我不知道好像蠻多藝人 或是一些YouTuber 鏡頭下之後就是會很冷 像娜娜也是啊 真的沒有同樣的 娜娜你聽到的嗎 娜娜不會看你頻道啦 沒有他紅啊 幹嘛看你頻道啊 我也問過啊 我跟你講 他分享那個很棒欸 看一個影片是他自己選擇的事 對啊 我覺得他回答的蠻好的 其實是啊 那你會看我頻道嗎 老實說嗎 嗯不會 啊哈哈哈 啊哈哈哈哈 我太好辣 導演 其實你不覺得大家一直對空少有一種很夢幻的感覺 以前我原本也要考空少的時候 對耶 都會說哇這個職業很完美可以去很多國家 但其實你如果非國際線的話 其實那個短暫才留個一天 根本也沒辦法出去逛 真正的那個時薪是從我們登機之後關門之後才算錢的 是對所以我們現在航空念嗎 沒有看什麼 沒有啦 我覺得台灣的航空公司有他辛苦的地方 但是他們真的是可以到處去玩 如果是飛長程航班的話 其實可以在當地停留個至少會兩天 有時候四天 但是在我們美國航空公司比較不一樣的是他 因為我們是實行指 就算從美國飛到亞洲可能是十五個小時 但是都只有停留一天而已 大家會希望你飛多一點 然後所以希望在外站的時候可以停留短一點 所以大家常常會說喔你好好都可以到處去玩啊 到處去看世界 但是沒有 因為我們常常到外站就只能停留一天而已 像那邊說你都快要六到半時 根本就沒有力氣再出去玩 但是亞洲公司就是可以出去玩 你好好都可以到處去玩 沒有啦 而且很多我們飛國內的時候 小時候我今天飛一個三天的班 我三天班都是國內的 到了外站之後 可能停留時間只有十四個小時而已 我們就是吹在機場旁邊 所以大家說喔那看世界各地 看停車場或看機場而已 如果重新讓你選擇 你會選台灣的公司還是美國的公司 我會選美國公司啊 喔 美國公司啊 美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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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也是Rundown我聽一次 Rundown 對他發得很好 Rundown 哎呀不要這樣我會害羞啦 我其實我的英文也不是 從小在外面長大的ABC 我是在台灣大學讀完之後 然後去美國念研究所 我是念碩士 大家知道我吹小號的嗎 因為你頻道沒有講 我念音樂先要吹小號的 好然後 你很會吹 我很會吹 他會一直強調 對 我正在英文開始變好的時候 是開始 畢業之後工作 然後你不得不要跟家長 因為我那時候也是教學生 不得不跟家長跟學生講英文 只要你有那個環境的話 其實很快就練起來了 欸所以如果你原本不當空少 你會想要當就是吹小號的老師嗎 嗯應該就是老師 理想狀態是想要考樂團 就是在樂團裡面演奏 但是台灣的機會太小了 那在國外你是沒辦法考上嗎 沒有對沒有沒有沒有考上 你現在要開心嗎 我是不是抽中你的痛點了 不用我現在訂閱還是比你多 OK好下一題 哈哈哈 你說你很會吹嗎 對那吹的技巧有什麼 欸我是正健康問喔 我沒有問A 你認真問嗎 我是認真問 你要哪一種回答 我也是可以歪的啊 那先歪的好了 我看你怎麼回答 當然就是要加點手啊 這樣子啊這樣子 哈哈哈 可以撥嗎你 然後如果認真的話 我們當然 哈哈哈 幹嘛啊 我來認真回來你又笑 超級認真 認真就有雙三圖啊 然後還 滑音啊 管樂我覺得比較特別的地方是 讓他發出聲音的這個東西 你的氣 應該是說呃 唇跟舌要練那個嘴巴的耐力 他是可以單獨演奏嗎 可以單獨演奏啊 所以你可以放一個country 放一個什麼再一次 concert 啊對不起 concert好 對不起 concert 剪掉剪掉 而且我catch到你囉 你可以放一個concert 我吹個十首歌 可以啊 因為每個人 比你在畢業之前 你都一定要每個人要搬一場 搬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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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後抓人大運 搬一場 對搬一場puntry 哈哈哈哈 像你一君怎麼樣 哈哈哈哈 那你在吹小號 有沒有在特別的地方表演過 我以前在那個示範樂隊的時候 我們有一年是接那個世大運 然後表演的場是在高雄 以前在當兵的時候 有去那個總統府 我們每個月要吹總統府樂會 你有當過兵 我輔導長啊 你不知道 你知道我是海軍陸戰隊嗎 你真的尿倒沒喔 沒有 陸戰隊呢 就是一個字 帥 沒有我覺得空軍比較帥 我跟你講我每次飛美國的時候 有一些城市啊 剛好是海軍或是陸軍的那個基地的話 他們放假的時候 不都會回家嗎 美國公司都會給他們 就是優先登機程 條件是就是你要穿的制服 然後我跟你講每次飛到海軍 很帥 就一上飛機的時候 我就覺得 蛤 就很濃的那個肺若萌 那個搞丸桶 搞丸桶的那個味道你知道嗎 很帥耶 是搞故事嗎 搞丸桶 那個地方 反正就是那個桶 對對對 很香耶 可以一直聞 對 現在來聊你最愛的一part 你結婚的事情 沒有因為你們兩個就是字詞嘛 我覺得蠻感動 你好像也只是熱淚盈眶 沒有就是 我本來典禮要開始之前 我是先進場的 然後那時候我在等Johnny進來的時候 我看我整個要大 我差點要哭出來 他都還沒進來 然後我就哭 我覺得是有點太噁心了 太揪揪了 結果我忍住沒有把他哭出來 然後結果我後來就哭不出來 但是其實我那個 當初全在那個飯店的原因 是因為我想要一個戶外的婚禮 然後我希望就是大家 先欣賞的那些山景啊 然後可以喝一些雞尾酒 大家聊天 然後我們再晚餐這樣子 因為你們兩個都獅子座嘛 對 正常是一山不容二虎 是 欸 最近有沒有你惹他生氣 或他惹你生氣 我們不會大吵 我們都是小草那種很無聊的事情 就生活這種小 那現在 分享一下你要講他什麼會的話 哪一個點 最近惹毛你的哪一個點 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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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給我卡掉 天啊 那你們愛吃醋嗎 他不太會吃我的醋 我反而比較容易吃他的醋 喔真的假的 就是我的 戰友欲比較高一點 你該不會是恐怖情人吧 我不是耶 我聽起來有點恐怖耶 欸你該不會是他出去啊 你要說你跟誰 打卡在哪 幾點回家 不會但是因為Johnny他就是 沒有什麼朋友 所以他 你以上講那些情節都不會發生 那如果你發現你約一局 如果有一個朋友私下跟他加了Line 然後私下在聊天你會介意嗎 不會啊 喔那私下單獨約出去 嗯會問 夥喜問題嗎 夥喜問題 我覺得多多少少每個人 都一定會 就是你知道結婚 但是現在年輕人說 什麼結婚就是兩個人的事情 為什麼兩個家族的事情 我跟你講真的是兩個家族的事情 在意對方很多妹妹嘎嘎啊 看我們家裡面的人啊 就是親戚們 就是他們結婚之後 其實不會 兩家人不會有太多的互動 但是Johnny他們家呢 是比較傳統的家族 今天我跟你結婚 不是只有你們兩個的事情 是他們家人 要跟我家人也要有互動 喔喔喔喔 早上今天是Johnny他們家人的 可能他爸爸媽媽生日 他就會想要邀請我 我們家裡面一起去過生日 那這樣不是很好嗎 就是一起 就是因為我們不是在那個環境裡面長大的啊 所以我就會沒有預設說 喔你們為什麼要 也要請我媽過去 我就會覺得 喔喔 這個是不是有點 太熱情了 可是後來我慢慢的 習慣 習慣 兩家人有比較多的互動 跟一些關心跟照顧 可是還在適應中 對啦他在適應中 因為你畢竟要把一個 不是跟你到了二十幾歲 三十歲才 開始接觸的一個人 但是要把他們當成家人 這件事情要花時間 欸那你是一個愛哭的人 我不是 你老公有沒有就是做什麼事 讓你真的有哭 真的沒有 馬上可以回答你 真的沒有 如果他把你眼睛蒙起來 然後走到一個房間裡面 都是氣球 弄得布置很溫馨 然後有蠟燭就哭嗎 好像不是欸 我以為你是一個 我不是浪漫的人啊 如果Johnny跟我比起來 我是比較感性的人 他是完全 有時候覺得說 你到底有沒有六關 六關嘛 六桿 對 他就是非常的忍靜的一個人 他很直男 我突然覺得他滿直 兩個的相處的座右銘是什麼 因為現在我跟Johnny大概 我們是遠距離相處 我們是台北到的芝加哥的距離 你就算大家直飛飛機 也要飛15個小時 現在我們兩個的相處是要多了一份 你要常常把彼此放在第一順位 不管是電話或是簡訊 不然我覺得你這個遠距離 很容易就會淡掉 欸那你是一個會講肉麻話的人嗎 也不太會 欸你拜託 那你可以講一個你覺得你最肉麻的一句話 蛤 拜託 我不要 拜託啦 Love you 還是我愛你 Baby我真的好愛你 我們是叫 蛤在那邊講好噁心喔 可以可以 就被 哎呦 哈哈哈哈哈哈 差點講出來 我們會什麼公公 我手 你手 快跑 公勒 哈哈哈哈 那個公公喔 下面淹掉那個公公喔 哈哈哈哈 我們喜歡蝶子啦 我們是叫寶貝寶貝 我們喜歡叫有兩次 欸不錯耶 寶貝寶貝 寶貝寶貝 英文也是兩次 Baby baby 對啊我們喜歡叫有兩次 好噁喔 就在那頻道講出來 好噁喔 那你們現在結婚這麼久 你們有沒有就是 有什麼下一步的計畫 就是小孩吧 我可以自己的一個目標 就是40歲 之前會想要有小孩 喔這很棒喔 想說要生男還是生女還是 他們家好像比較想要男生 嗯 那你自己呢 我無所謂 我無什麼唱 無所謂 這首我不太會 喔 阿妹 封殺他 他又不會看我的肩膜 我覺得沒有這種東西 因為當黑臉白臉 我可以當便臉 哈哈哈哈 John 對不起 影片停在一個非常尷尬的地方 是因為我兩張記憶卡 都找不到最後一段的訪問影片 那我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情 真的非常非常的抱歉 那我自己也覺得非常的難過 跟可惜 是因為後面John有聊到 他訪問張惠妹小姐 還有跟他老公一些可愛的小趣事 我自己覺得非常非常的對不起John 那我現在要去做一個彌補的動作 原諒我 原諒我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Youtuber 內外監督 他的影片會非常非常的開心 所以我希望呢 訂閱他 好沒問題 哈哈哈哈 沒問題 為什麼 叫原來是John 阿妹也是一個非常厲害 也是60萬訂閱的 他要打開小鈴鐺 你每次刷粉真的說 這個刷粉這麼好用 原來是John 好妙 對好妙 這樣請原諒要留到錢 留到錢 好 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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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YS 我有一個非常優秀的朋友 他是一個Youtuber 非常的帥 英文非常好 但他的視頻非常的療癒 真的很值得訂閱 哈哈哈哈 要求朋友也太尷尬了 他的影片真的很讚 開啟小鈴鐺 開啟小鈴鐺 好好地幫他分享 他是 呃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年薪千萬CEO 他想要我做抱歉 他想要我做抱歉 他感到很困難 他感到很困難 在剪輯你的影片 所以他想要我做抱歉 的抱歉 要跟你說 真正的抱歉 那就是這樣 原來是John 我愛你 哈哈哈 非常感謝 謝謝 老師最近也是第一潮州 對 我剛剛看到的視頻 會非常非常開心 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Youtuber 散播愛 散播快樂 又帥 又有才華的一個空少 單身嗎 哈哈哈哈 好來 來我現在做梗 做梗子 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憂我是不是 哈哈哈哈 不是很好笑 沒事 對 不是單身 然後也不喜歡女生 非常好帥 非常好帥 大家好 這位 結婚了 快到快 哈哈哈哈 天宇呢 就是 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一個非常厲害的Youtuber 他真的非常的好笑 希望你可以就是 訂閱他的 開啟小鈴鐺 然後幫他分享 可以啊可以啊 國際先生嗎 還是 友誼先生 友誼先生冠軍 哈哈哈哈 訂閱了喔訂閱了 沒有嗎 生日快樂 對好 我愛你 我愛你 有一個Youtuber 你一定要認識 非常非常值得定 他叫原來是酒 他的影片真的是過目不忘 他的另一半我比較有興趣 欸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沒事 哈哈哈 好OK 要不要分享 人在台灣都可以找他 自我喔我的雙星OK嗎 欸 我要雙星的目前 訂閱 訂閱請 叫我愛你 我也愛你的另一半 哈哈哈哈 有一個Youtuber 他只要說 第二沒有感覺 一定要把他訂閱起來 來來來來 趕快快 幫你拉到這個 游泳教練跟健身教練 欸你手機是不是要換一下 為什麼一隻眼睛攻擊了 真的是需要換欸 我原來是這樣 你已經訂閱了 我已經訂閱了 天啊 我抓到你的一個粉絲 那你多愛他 哈哈哈 欸我可以 他我可以 要繼續支持他 每天看他影片看十遍 啊 啊 啊 我遇到了 傳播弟 哈哈 怎麼了 欸不對欸 你認識John欸 我想要跟你來訂閱他 但我發現你現在有訂閱 我們擺就訂閱他啦 拉錯人了 欸我要檢查 搞不好你把他退訂 還是我沒有按訂閱 來幫你檢查喔 來幫你檢查喔 真的有喔 他幫你跟John道歉嗎 他是故意的 不是 他故意把影片弄丟的 不是不是 一定啊 你把我弄丟的啊 憲慕我 我也有一點支持 我比他帥啦 殺死他 我不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 我相信他是故意的 我相信他是故意的 那麼近幹嘛啊 朋友喔 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人 可能 不可能 不可能 連路人都要拉吧 可以訂閱他 然後好好地幫他分享 可以問你 訂閱起來 真的 訂閱起來 對對對 他長得很像李右偉 蠻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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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感覺可以去看 感覺會 心情上會得到出發 這樣就知道了 努力的幫你拉各種粉絲 親愛的劉道泉聲聲 看完了影片 我只能說 難怪你的訂閱數比我還要低 呵呵 專業在哪裡 專業在哪裡 其實每個創作者 在創作的過程中 多少都會有一點出錯 有時候是腳本 有時候是燈光 那今天呢 就是很 不小心地發生在我身上 我也只能接觸到 我大人有大量啊 完全怎麼辦 不然要再重錄嗎 人在美國 機票很貴要飛很遠 我沒辦法再跟你重錄一次 雖然說影片少了一大頓 但是我們的這個影片 也有二十幾分鐘 不能說是你很會訪問啦 也只能說我自己 非常的能夠侃侃而談 你後來訪問了這麼多人 而且 找那些人就是加我 要說我是那些被你訪問的人 我就覺得莫名其妙 他完全不認識的一個YouTuber 未來 I don't know 有沒有辦法跟你合作 我們 Maybe CC 看 那一天聊天下來 是真的是 非常的開心 那就 就這樣子囉 沒有話什麼好說的 掰掰 原來是 將 將 是